惊喜若狂!欧洲终于承认被中国甩在身后,答案曝光,果然和它有关。 诸葛小彻军行观察第2055期,近日,欧洲终于承认欧洲在一个重要领域落后于中国,答案果然与无人机有关。 对此,一些中国军迷惊喜若狂,称欧洲最新推出的高空大型无人机已被中国降龙,神雕无人机率在身后,欧洲想要技术,那就拿钱来买。 而很多西方媒体则称,美国多个盟友已经承认在无人机领域被中国赶超,并转向中国,会求中国分享无人机技术,这实在是中国人扬眉吐气的大事。 近些年,无人机成为军民许多领域的一个异军突起的重要空中辅助工具,中国已经崛起都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无人机研制,生产和消费大国,但欧洲却在这一领域严重落后于中国。 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是欧洲任何一个国家,现在还没有延续出重空长航实无人机,而中国已经推出了彩虹,翼龙等多个系列型号,而且中国还在研制翔龙,神雕等型号的高空长航实无人机。 图为美国全球英高空长航实无人机。 诸葛小车军行观察第2055期,目前,包括法国、英国在内的拥有重空长航实无人机的欧洲国家,基本都是采购了美国的MQ-94侦查打一体无人机和以色列的仓路无人机,而且德国在未来采购高空长航实的项目中计划采购美国的全球英。 这让历史上曾经不可一世的欧洲人情可以看啊。 于是,在不久前的柏林航展上,欧洲房屋企业中具有核心科技的德国、法国、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空客,达索和芬美卡米卡三家公司联合推出了一个高空长航实无人机。 不过,露面的无人机其实是个模型,还不是原型机。 这款无人机模型的尺寸特别巨大,类似于一架小型运输机,采用两台北推式窝匠发动机,因而其飞行速度要比四神之类的单台窝匠无人机要快一些。 除为中国降龙高空无人机。 诸葛小车军行观察第2055期,这样看来,欧洲人确实有点急眼了,他们肯定不想再为人后了。 不过,欧洲高空长航实无人机上也并没有看到什么黑科技,窝匠发动机不太适合高空飞行,美国全球鹰和中国降龙、神雕等高空长航实无人机都采用窝扇发动机,在速度、敏捷性和耗油方面有更好表现。 不过,由于欧洲这款大型无人机目前还只是模型,想必最快也要到2025年才装备部队,到那时候,中美等国的无人机又会更上一层楼,看来欧洲还要继续追赶了。 by bwd6